共產國際就是1919年3月10月10月成功之後 他成立了一個他想多時說 因為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他知道 這是階級對立即說他要推翻資產階級所建立的政權 所以全部西方國家除了蘇聯之外 全部都是資本資產階建立的所謂資本主義社會 所以兩個對立的人如果他得勢的話 無產階級的話即是那班人無法取得 所以他們是對蘇聯對得很厲害 所以列寧想到的就是成立了一個共產國際 就是以一個國家一個是所謂共產主義理想做其次 所以習派給大家所有國家響往贊成 信奉共產主義的人在一起 習贏人才和做一個叫做宣傳 散播共產主義最終建立共產主義國家的一個機構 所以叫做共產國際或者叫做第三國際 然後他當時說總部至於牧師科 所有他的行政管理 最主要來說就是所謂經費 所有東西都是蘇聯 其實就是在年齡後來是史太郎底下的一個 好像政府部門那樣 但是他理論上是獨立的 是他支持他而已 好像一個叫做公營機構那樣 好像地鐵那樣 基本上就是政府話事 但他又不是政府部門的 那個性質是一樣的 這個講清楚是為了美國和西國為主的消豬 國家爭培成為一個跨國界組織 是推廣共產主義 所以共產黨成立1921年 正式成立 直到毛澤東奪權之後 即是在俊業會議之後 1935年才是白馬轉 在頭過二十多年 他共產黨成立的時候 是共產國際底下一個支部 聽命於共產國際 所以他的黨負責人去換的時候 共產國際要批的 因為他的經費 他的組織 他的思維 那樣東西都是俄羅斯 或者蘇聯都是扔出來的 所以這件事大家要了解 否則我們不明白 大家在戲裏面 共產國際回來 莫斯坊回來 帶來 子泰林叫 貓貓貓 你們要支持毛澤東 貓貓貓 不知道有什麼事 為何遲些毛澤東 又看到國之後 又跟子泰林反面呢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共產國際的成績 以及成立的原因 這樣來過一下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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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